原警一发现目标立刻上前歹人 逃跑当下还不忘把毒品带在身上 不过这回嫌犯竟然自己从天而降 事发在19号傍晚6点多 新北市新庄区五泉一路就都民宅 当时嫌犯就是从三楼铁窗缝隙 发现埋伏的原警 屋内7人当中有4人大胆从后阳台跳窗逃跑 结果其中3人摔断腿 救护车抵达现场将三名嫌犯送医治疗 为了躲避警方追气 警案连命都不要了 4人一跃而下之后 先掉落在二楼的遮雨棚 最后摔到一楼防火像 另一边远警也上楼围捕屋内嫌犯 警方扫荡毒窟 桌上满满的白粉注射器跟吸食器 就算逃得了一时 也躲不过这些铁证 而且远警早就四面八方 把他们团团包围 结果嫌犯自己重招落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